大家好,今天是24号凌晨2点多 这个post就是一日之前,即22号22点 关于一个男警在中环偷拍了10个女士的裙底 案情没有说是裙底,但他写的条例 衣服之下的私密部位基本上都是指着裙底 我纯粹分享一下今天的采访工作 没什么的,也不关新闻事 黄中耀,黄中耀输了,交下个like 今天我也猜到警员一定是鬼鬼祟祟地步出来 所以我很早天美光起了身,然后到东区法院供候大家 东区法院其实很远,大家都知道我住在刘浮山 香港的西北面,然后要去到香港的东南面 是极极之远的地方,对于我来说 所以我也很早去到,早过了法庭职员,律师,法官 那些全部还没开门的,我已经在外面等了 当然不知道谁是那个警察,所以我基本上每一个人 进去到法院,我都会拍他一张照片 而且不是一张照片,不简单 是连拍地按住 到最后,发觉我拍了6102张照片 就是这里了,6102张照片 在这6000张照片里,其实只有那几张照片 我当然是事后才知道哪一个是他 要上到Code才知道哪一个是他 但是也有感觉到,应该有几个有可能性 为什么呢?因为我拍他的时候 他很顾忌,很害怕我镜头 其实呢,如果是法庭职员,律师那些 都不会这样理会有人拍他们 因为他周知无疑,每天都会在外面 看见那些记者在那里拍照 所以他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 反而是那些比较少上角的被告 所以才会那么敏感 三分钟那些反送中案件的那些人 就是那些年轻,都不是那么害怕镜头 因为他们的心态就是,我没有什么拍给人知道 行得正,站得正,怕什么 所以他们都说,不是太过害怕镜头 当然有些是不想给人知道的 就好像这位警员那样,临走的时候 就会黑衣、黑褲、黑帽地走 山阵地走,是有的 但是呢,不是个个都是的 其实拍了这么多照片 就应该是这几张,即是你们的镜头 看到很小的这几张就是他 那我放大一点点 要去哪里 找回来才行 找回来也有个难度 对了,对了 放大一点点 对了,那首先呢 他走进来是特意走在白色衣服的背景后面 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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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感觉到镜头了 即是这里 接着呢 接着呢 他就呢 拎着面 其实呢 你看到很多张照片 其实呢 我想是一两秒之内的发生 因为呢 因为呢 我是继续这样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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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死了一秒二十张 所以你看到呢 这里都没有二十张照片 这里数起 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了 刚好二十张 即是呢 他在一秒之内发现我拍着他 然后呢 拎着面 不看镜头 其实很奇怪的 你见他呢 走进去发现的时候 完全是走前 但是呢 那个头呢 是九十度拎着的 即是会撞死人 不知是看在哪 看看 这张照片很明显 特地是 避镜头 避到不得之了 这样的 他直走 但是呢 为什么要这样去拎着面 即是他是想偷看旁边的叔叔 还是怎样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那接着 其实 这里有多少秒呢 这里应该有 这里开始看到他有多少张照 有三十张照 即是1.5秒左右 应该不止1.5秒 大概是2秒多 即是走进去 他很急步的 不是一些正常人走到的速度 是走进去的 我想是大概2秒左右 2秒左右 因为那个呢 那么拍完之后呢 拍完之后呢 我也觉得这个也有些可能的 不止是可能是 律师也不承认 但是他又有一个公民袋子 所以我也不是太肯定 其实有其他被告的 这个 即是1日 其他法庭都有的 即是 可能不是反送中 可能是 其他什么喝酒 罪嫁 打人 傷人 那些都有这些情况出现的 那么到最后呢 上完庭了 上完庭的时候 我都发觉 就是这个 是好像见过他这个 因为拍了6千多张照片 我都不记得了 哪个打哪个 但是这个印象 比较深刻的 当中他不被镜头 我可能都不认得是他 但他被镜头后呢 哎呀 那么感激的 对这个镜头 咦 那就是 早起的鸟儿 终于有回报了 那6千多张照片 当中呢 我只是用了一张照片 所以我平时做的就是 就是这样的一回事 就是呢 为什么会说 啊 就是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呢 那你先来 小弟一个健壮的人 就不止一分钟的 那只是呢 七点钟到 大概 跟着呢 等到九点半呢 就应该等了 都很久 两个几钟了 那其实呢 他九点半就开阔的 那我都 confirm 他没理由九点半才到的 就是你起码早半个小时到 一定是必然的了 所以你其实都是 等了两个小时 不停地拍 不停地拍 那六千多张照片 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你先来 小弟就不是一个 专业的摄影师 我只要是呢 会称自己做 一个快门操作员的 哈哈哈哈 有分别的 就是呢 一讲摄影师 可以讲到自己是艺术家 其实不是 我是一个 当相机是一个工具的 偶尔拍得出一些好的照片 就纯粹是 腐烈壮彩 但我是一个 称职的快门操作员 OK 相机操作员 那六千多张照片 是什么概念呢 一天了 就是上午了 都没算呢 下午呢 拍其他 就是拍星哥 出出入入 和他拍4K照片 那些 都还没算 那六千张照片 是什么概念呢 一部相机不是有快门 那一下就有快门声 那现在呢 普遍的相机呢 其实那快门是有寿命的 入门级那些呢 大概可能20万 即20万下快门 那么高阶一点的相机 可能就可以去到 四五十万都可以的 那问题是 我半天就已经打了六千张照片 哈哈哈哈 那么如果呢 就是一个星期遇到 两单这些案子 那么一个星期 就一万的 就是一万多了 最少 再算起来呢 其他粒粒粒粒的东西 其实一星期如果是这样的 用量呢 其实可以是 二三万 大门 用量都不顶的 就是呢 其实呢 几个月呢 就可以消耗一部相机 哈哈 那当然实际上呢 就没那么夸张的 还有呢 我都会就着不同的情况 用不同的相机 例如呢 在这些高度 要大包围 鱼翁撒网式 鲜铝散花式的 好像国法官那样说 鲜铝散花这样去拍呢 那我就不会用 有块门的相机 是用电子块门 电子块门 就是简单来说 没有块门 那就不会有一个寿命问题 因为如果是这样拍法呢 我都怕我的相机 捱不住了 这个 这么高强度的 用 用 怎么说呢 这么高强度的 虐待 不是用法 是虐待相机 我用了一部 没有 没有快门 即是没有机械快门的相机 如果不是呢 有机械快门 你这样就已经是 六千多 你再 几日 这样就这样一万 基本上 这部相机就不能捱 捱得太久了 所以说呢 我们的工作 那些工作机呢 放回去是没有人要的 即是买二手是不值钱的 因为呢 人家一查个快门数 哇大佬 快门数 说的寿命是三四十万 喂大佬啊 你不是吧 你打了几十万了 已经是有得的了 那当然啦 你多过这个快门数呢 其实那部相机 不会立即坏的 不会的 那他 比如 假设 有些一门机 二十万 你多过二十万 都不会立即坏的 那只是 有一个很大的隐忧 他随时会跪低 或者你放回去 买二手呢 就是不会值钱的 没有人要的 那你先来 小弟呢 那些相机是 不会买二手的 因为 有感情 一来啦 二来呢 用得太残了 都没有人肯要的 人家一开 即是这些二手店 或者那些人呢 你买啦 一查 哇大佬 你的快门数爆了 有得 很多了 那基本上是没有人要的 还有呢 我本来也不是很疼 很疼着那些机身 来用的人 那所以呢 都会很多花了 呀 崩了呀 残残够够的 那样的 留回来做自己的 示威机 或者是 一个 时代的见证 好过 铁平铁折 都卖了去 那你说一般的场合 我会用一部 轻便一点 小小 小小 但是有快门的机 就是呢 都是有寿命的 那我今天用这一部 六千多张相机 就没有快门寿命的 就是电子快门 那用回那些机械的东西 就一定有寿命的 那平时我会用回 有机械快门的相机 就胜了 轻一点 这部是极重的 这部是 除非是很重的 不然我也不会用这部 那今天用这部 那个场合就适合了 六千多张相机 就是 就是半天的 工作 的 叫什么呢 就是 虐待部相机之余 都是虐待自己的 那他到最后呢 出来的时候 是怎样的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 死样子了 就是呢 其实呢 有些反送中被告 一出来呢 就是这样的样子 所以是很混淆的 还有呢 他之前之后呢 因为一架升降机出来 整班人 他就混在人群里面 就是这样走出来 那所以呢 看上去呢 喂 好像不是他 还是他呢 究竟会不会是其他 反送中的被告呢 那一刻呢 判断不了 但是先拍了 那拍一下呢 我们发觉呢 咦 他的神情 高度 对鞋 都像是他 都肯定是他 应该是 但是用回同一个方法 就是呢 塞在那些人群里面 等你隔着拍不到 拍不到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当日呢 应该没有媒体可以拍到他的正面 除了我之外 小弟呢 就是神禁了 在那里抱他 这些是走不脱我的方法 的 应该只有我一个呢 那么疯呢 在早上那里抱他 所以呢 就应该是只有我一个呢 是有他的大头样的 那其他传媒 都应该是没有的 如果你发现有呢 切什么都行 应该是独家来的了 应该是 在现场呢 那些人都说我瘋了 这么早在那里等 但是呢 这个呢 就是我的毅力所在 哈 不过现在呢 都是少了很多传媒拍这些的了 那些大媒体呢 都说上面有压力啊 就是呢 就不是说很大 很瘋那些 就是 怎么说呢 上面不是那么喜欢做这些故事咯 那么 报是一定会报的 但是就不会好像以前那样 那么咬住咯 因为以前很新鲜的 觉得 哇 警察犯法咯 那现在呢 好像见惯见熟不得止 就是 就是上面有个事 不是那么喜欢做这些 那其实这案子 我觉得瘋的 因为十条罪 老老实实 就应该是会 很多条罪都会同意执行的 那但是呢 十条罪呢 就真的 好少了 现在 警察犯法都是几条罪的 那但是 新的偷拍法例之下 十条罪就很瘋的 那和呢 你细细咀着那些细字呢 X小姐呢 就应该是现场 被人被偷拍 然后捉到的 那所以他就有X的代号 那可能会上庭都不定 不知道 通常上得庭的 或者是知名道姓就是X 那A至G呢 就应该是不知道哪个来的 就是可能拍到很多个裙体都不定 那有ABCDEFG的女仔呢 就被人拍到裙体 那那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有些人问呢 就是 XJ呢 为什么是另外一条罪 那就是 都证明呢 是大家是真的 会有 嘴着一些控罪 会看控罪 看到 看整篇的 就是不只是看标题 或者看图那两段的 都是一个因为啊 写那么多字 就是终于真的有人看的 那为什么XJ呢 是会另外一条罪呢 就是呢 嗯 看看先 是的 是的 找个字出来先 是的 就说 衣服下方观察或拍摄其私密部位而操作 那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观察或拍摄而去拍的 那其实呢 XJ呢 就未必是真的实质地拍到裙体那样的 就是可能是这样的样子去拍摄它 但是拍到失败了 可能那两张照片炒了 Burr了 或者是角度不合而拍不到的 所以呢 那条罪呢就是呢 是为了要拍摄而去操作设备的情况 那所以这条罪呢就是 呃 重点是在于操作设备的 因为呢我想看或者想拍裙体 所以是操作这个设备 而不是好像A-G那样呢 就是非法拍摄 它的私密部位 所以是有少少不同的 那当然了 案情还未出的 细节都不知道 那所以呢 XJ呢 为什么会另外一条罪呢 就没有公论的 但是呢情况就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呢 本身新 即这条罪呢是新立出来的 就是之前是改过的 因为之前呢 要告偷拍啊 那些呢就是用油荡的 那些呢就是用油荡的 譬如我冲入女厕道 影人 裙带影人去厕所 那其实呢本身没有这条罪的 不会有非法进入厕所这条罪的 那所以呢就会变成油荡啊 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啊 这些罪名 那现在呢出了一条 真是针对偷拍的法例 就是这一堆法例 那HJ呢就应该就是指 相片偷拍而操作电话 但是呢 将相片就可能拍得差 或者拍不到对不到 或者是 可能只是拍到 拍到小腿大腿交叉 这样 但是拍不到那个under 那所以呢就变成了 这条HJ呢就另外间开了 就是这样了 那小弟呢 除了有一个坚毅的拍摄精神之外呢 就是对于这些法例 都有一点点理解的 那是不是大家很值得 过今支持先 左下角 看到有个patreon 按进去吧 对的了 多多益善 小小无拘 那最好呢 每个呢都是上 每月200元那个plan 当交月费 不值多爽 当交月费支持 这个是有绝对的公共性啊 就是 不是为了出个post 但是有绝对的公共性 因为呢 等一般的市民 比如说 一些女士呢 就小心一点出街 就是你可能见到一个 跟这个人一样样的人呢 那你就要 就是 看着了 小心一点了 那现在呢 都是未判他有罪的 那就纯粹小心 但是你都不要当他 是罪犯的问题 因为未判他有罪的 纯粹 害人之心不可有 放人之心不可无 就是这样的 那这段时间呢 都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就是 各位警员呢 是互相夹定 就是特别多一些 警员的风花案案件事 其实都不是 都不是这段时间 就是绝对都是 常常都有的 那在法庭那里呢 那我和那些记者 聊天 聊天 那我说 哎呀 究竟现在的香港那些 女权分子去了哪呢 不是应该要 予以谴责的 这些行为 去中环那里偷拍OL群底 那么 香港那些女权分子 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的了 纯粹有水就会抄 这些真的 关乎他们的话题 都不会出来说两句 比如说 四个警察 搞未成年少女 又不会出声 那些警察非你 大妇又不会说话 但是平时 有着数的时候 他们有出来 所以呢 香港的女权分子 我说不会视之为 女权分子 也都不会期待 他们呢 对于女性平权呢 有些什么 帮助的 那么其实呢 分分钟呢 在我心目中呢 那些关注妓女 或者性工作者 叫团体呢 都比他们 更加值得尊重 因为呢 他们真的有 有出来做过东西 有出来说过东西 有 就是他信奉那一套 就会做那一套 你最多都是说他交的 但是呢 他都是忠于自己 你可以说林超英交 但是呢 他真的不开冷气 他整套行都不开冷气 他忠于自己的那一套 他认为他自己的那套是价值观的 他做那一套 而不是呢 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就说自己的女权分子呢 但是呢 纯粹是抽下水 完全是政治表态来的 这些呢 真正是他们 需要出声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隐形了的了 你说那些关注妓女团体 就是那些子弹那些呢 哇 都会出来说 喂 这些人都吃霸王餐哦 有那些 有关注一下他们的 性工作者 他们的 疾病那些 他们都会有出来的 反而呢 就是号称自己是 道德高地之上的女权分子 就不知 为什么会全部消失了 永远都不是 那再讲下去呢 如果如果加上外国的女权分子呢 那虽然呢 大家都知道 其他的女权分子 其实都不是在教女权 是是在教著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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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动的 那但是不要理 我都觉得是 他们是给香港的女权分子 更加值得尊重 虽然 你们可以不认同 他那套QA的价值观 或者甚至乎呢 不认同他们所做的事情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 Conesistency 做同一样东西 虽然你不认同他们而已 但是他们是忠于自己 最少是忠于自己 就是你说 你很喜欢大湾区的 那你直接身体力行地 冲去大湾区住 去买楼 那我尊重你的 那你就不要说 一边就叫人去大湾区 原来另一边就自己 好像司马南那样 在美国买楼的 那就不叫忠于自己了 同一套做法里面 譬如说 你叫我去大湾区 因为我不赞成 我自己不去 但我又不会吵架你的 因为你忠于自己 那么在其他记者聊天的时候 就是关于那些女权分子 这几年已经没有了 消失于人海中 民间那些自发的女权分子 你都可以说放过他们 但是有些 就是艺人的女权分子 就是不可以放过的 那些艺人 就只是会针对着 外国的所谓欲华 欲华女子那些事件 就会出声 就是外国人觉得 典型亚洲女孩 都是凤眼 单眼皮 你一刻冲出来 吊贼她 又说她 不尊重女性 又说 又说这又说怒 但永远都是 只是吊外国 就不会吊 但永远都是一些 政治行头的表态 大家都知道 永远都不会吊回自己 永远都不会关注自己的社会 就是香港这儿 只是上年那八三一大妇婆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 看不到 不知道 不出声 那这些案子 其实如果是一些 在外国 如果是一些公务人员 触犯一些 关于性罪行 那大家会冲出来 好法 那香港那些去了哪呢 就是关注一下 人家外国的时装品牌 那条裙 是不是抄中国人 是不是抄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 传统那条裙 那就是关注这些 然后就是吊咬人家外国 文化内容 但是香港中环有十位女士 被警察拍到裙底 就不会出声 带吐蚀被人非礼 就不会出声 这个逻辑真的很正 当那些女权分子 消失了喊的时候 那大家女士们 就出街 就自求多福了 好 那她的分享 就差不多 纯粹分享一下 就是这一日的工作的流程 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其实都还没完的 这一日 因为上午就是拍这件事 搞了很久 接着下午就是声歌上庭 那就可以继续保释 之余不限制她离开香港 可以去外国进修 老实实她一定会回来的 就是她倒到这么大 去用记协主席 或者是用自己身份 去报读这个课 这个课 这个课是很难读的 不是个人都读到的 一年都三十个名额而已 所以不会这么坏 不回来的 因为她如果不回来 不是影响她一个人 而是影响了整个行业 所以一定会回来的 而且我也觉得她不会用这个机会去输了她的 老老特实 这条罪很轻的 什么左差办公那些 就是在今时今日 今天香港来说 你不中国安法都已经是 还得神乐 只是主龙恩那些 一条左差办公就算了些什么呢 对不对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支持 记得上YouTube 因为YouTube应该 今天正在录制的时候 就是星期六的凌晨 应该剩下两天时间 就可以开放了 一开就会uplot这条片 所以大家看到这条片的时候 都应该是YouTube已经开放的时间 上YouTube 上Patreon comment,like,share 好 多谢大家支持 拜拜